高龄74岁的美国总统川普 入驻军医院的第二天 主治医师康奈首次率领医疗团队 召开记者会 白宫医疗团毕重就心的做简报 以发外界更多揣测 医疗团队川普的治疗反应相当满意 定表示川普过去24小时 没有发烧也没有呼吸困难的症状 但是不愿明确说明川普核实染病 以及发病的进程 美国媒体在意的是 如果川普真的在三天前确诊 那么川普前往迷尼苏达州 和纽泽西州造势前 就知道自己染病 主治医师却立刻发文声清 表示自己在简报时纯粹口误 虽然处在关键疗养期 不过川普本人还是透过推特 感谢军医院优秀的医疗团队 声称自己感觉良好 但是小道消息透露 川普个人很紧张 不断询问物疗 他会不会死 而且川普出发前往军医院前 曾使用氧气补剂 推算未来48小时是关键期 拜公幕僚透露川普精神 很好要求继续办公 但是总统大选对手拜登 在川普确诊时隔多少时候 已经按耐不住 推文表示他现在代表民主党竞选 但是将成为美国人民的总统 稍早前更是加码推文 一个月后我们就能称呼 拜登博士是我们的准地一夫人 尽管算不上唱随川普 但是网络上有不少 针对川普的恶意推文 推特已经发布声明 禁止张贴任何助川普 早日去死的po文 画家的道德 时间 推文